用芯芹芋 芹芋 好,加些芯芋 尽量干些,比较干,别太湿了 现在要的作为松树竹 所以,要把榫尾部分的筍 我们擦下去,比如说这个位置啊,这样拿来 不要太散,别太实了,虚一点 然后呢,可以试一下,擦一个轮片的样子出来,比如六角形的样子 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不是明显的六角形,类似风潮 它本身那块树皮是有纹的,有纹片的,片状的 如果你加了物汁之后呢,如果你加了这个之后呢,比较湿 所以再轻一点,再轻一点 好,OK 然后浓了,浓的 可以勾个框,勾一勾这个轮廓出来 别太死,别这个样子慢慢下来,停,停,停 停,急停,停一停,重,停,停,停 对不起,什么样子 出了个形出来 重书,我们有个名字 我们形容它是臥魂普石 之前我都讲过的了 臥远 我们形容它是宝石 什么意思呢? 它在那个山上面的时候 这个山 这里有个云 虫树在这里 好像躺在云上面 好像躲在那个圆端上面 握圆 普石呢 这个虫树 还没有一个圆端 可以吧 重书,我们有个弯过来 而且搂过来 或者捕捉一个圆端 就如果这里有块石 岩石 松树是这个样子的 弯弯下来 低头 弯过来,把它抱住 抱石 松树的形状可以 那个姿态很漂亮 为什么我们说 那个是迎客松呢? 就是因为它是 好像一个招呼 打招呼这样 打几乎 把手弯下来 所以我们画枝的时候 是怎样做呢? 这个是主干 我们画枝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 譬如画这里这样下去 弯下去之后 再上来 在这个位置画 停 停 停 松树不同梅花 梅花你可以这样 一条线 这样过来 美花企出的人 就这么大一段 干净利落 松树呢 通常都是短的 就这样的 类似 松树的汁比较短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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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主干 这些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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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枝 你也可以高 轮廓出来 可以勾根 有需要 但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小的 短的枝 或者这些 比较 不是主干以外 不需要勾太多 因为勾太多 这样勾是花的 所以我不是很建议 OK 重增 重增 重增的营业方法 比较特别的 在雨过来 如果它很Q 那么圆的 就是在动画片里面 这个松树的 真是这个样子 比较小孩子的感觉 童话的 是不是 摇滴了 怎么圆的 就画的很细致 就画一个这样的话 应该两小时吧 两个钟 但是我们的零蓝派 零蓝派的呢 就感觉上它 比较 随意比较放 这样 这个位置 停一停 这个是中心 一对 一对 两对 三对 四对 五对 六对 可以向外面 也可以向外面 比如说 我画一点 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哪是浅的啊 OK 大蟲針是這麼長的嗎? 不是 螳螂的縮度不是這麼長的 即是它是故意誇張了床針 這個樣子 這裡比較淺的顏色 這裡比較深 可以畫多一點 比如說這個位置 短的也行 比較短的 你看 在後面 你可以在前面也行 樹枝 煮幹 煮幹 小的姿 從針 是這樣的 通常我們畫的時候 要等一陣子 等它乾了之後 才染顏色 今天會加上染顏色 稍微靜一下 大家等五分鐘左右 首先你要噴 噴的時候 最好割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它噴的時候 如果你把它弄一弄一弄 它就很麻煩 它將東西會摺起來 摺起來就很麻煩 怎麼麻煩呢 看著 你可不可以用水 可以的 其實有浴缸浸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基本上拿上來 不過你從浴室走出來就很麻煩 你可以用水 用筆這樣刷都可以 不過會弄壞 這樣就最不容易弄壞 不過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最好呢 最好呢 最好 手機拿開 你不要懶惰地放在這裡 整個螢幕就濕了 濕水有兩種情況 這個真的要聽著 很重要 我怕你是錯了 兩種 這裡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 是不是 分別是什麼呢 這一點 我拿不走的 這一點其實理論上我可以拿走的 看到嗎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靈的 靈身的 我那一點其實在水上面 等於你水上面有一滴油 有咖啡 你不走就行了 是不是 下面沒有影響 但是這個就不同了 這個其實已經濕了一張紙 我點下去是點到一張紙 它透了下去的 你拿不走 是不是 你說怎麼有油 你說那邊 阿Sir你多說了 我不明白 下次回去要弄油 我的意思是說 水呢 有兩種 一種是靈面的 哦 一種是啞面的 兩個都是濕的 是不是 嗯 靈面這個呢 滴了些東西上去 誰知道它是靈面還是啞面 你看到的 這個靈面 過來 上面有水 反光的嘛 反光的嘛 這個沒有反光的嘛 明白 就是濕一點的那些 你看到街上走 有個水桶 有水啊 明白 是嗎 濕一點的那些 就不會那麼吃下去了 對 下個月交雙倍 學費 好 給我們try 我們初過 你沒理由的嘛 老師 良友都要教的嘛 教是教 收你雙倍 OK 看著 就是給你看的 你看人家幾道的 是嗎 最重要的是 不要用藍色 為什麼呢 因為用藍色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不夠暗 鮮色 對 太鮮色不好看 暗一點 如果你用牌筆 是方便一點的 我先試用這個畫 用這個畫 藍黑色是比較好一點的 由哪裡開始呢 由你中心 最深色的那裡開始 從外面印 你會看到 看到嗎 這裡是深色一點的 後面因為我是水來的 淺色一點的 看到嗎 做到了 輕一點 如果重呢 黑色會拉出來的 輕一點 因為你還沒乾嘛 乾了就沒問題 我試過 拉了一些色出來 這個做法呢 是用細筆來畫的 OK 輕型一點 溫柔一點 不過呢 有一個麻煩是比較長時間的 不要拖 你不要吵 是啊 我用牌筆 哇 顏色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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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牌筆 看到嗎 要按住四個角 如果不是這樣就很麻煩 會爛的 好像雜油那些油票 濕到水之後很爛 這樣 用水呢 可以用水拖它都可以 淺色一點的 慢慢做 然後呢 再加一點 由這裡開始 這裡是最深色的 這裡開始慢慢向外面拖 可以就這一圈都可以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整張呢 噴出去都可以 其實 都可以的 這個方法會很慢 我們用什麼用牌筆 牌筆 這裡是牌數 牌筆 牌筆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什麼是比較大 但是做的時候 有一定要留意一下 天日很重要 做的時候呢 這裡是水 別噴它 這裡是顏色 就是下面是顏色 這裡是顏色 上面主要是水 所以你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 看到嗎 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 那 這一邊深色一點 這邊淺色一點 那就是換言之 如果你把它這樣做的話 這樣做 這邊是慢慢淺的 這邊是深的 好 慢慢做一下 你感覺上好像沒有什麼顏色 沒有什麼效果 其實它已經有顏色進去 還有還有一件事 不要給它的顏色誤會 因為我們的底色是灰色 看起來很深 看起來好像很深 其實呢 各位同學 你看 光下面照 不要笑 很淺的 好 再來 藍色 加一點黑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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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基本上我是一支筆 就搞定了 嗯 只不過 一下 化學的感覺呢 先用薄的 這個 薄粉 比較薄的粉 就是 加水的白色 加濃的顏色 化學的一般來說 靈蘭派我們老師是這樣的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是這樣的 看到嗎 拉好了 跟著 這次辛苦了 剪幾段了 你都辛苦了 我們老師通常都是這樣 摔下去的 帥 記住這件衣服 不要開頭 肯定咬過頭 咬打咬塞的 就是有大有小 但是一般來說 要用手腕的硬力來 來來來來來來 甩下去 也有一個危險的 就是甩的時候 可能聚在一起 分散了什麼的 所以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拿一支筆桿 就這樣 那效果是什麼呢 它肯定有東西 你先煩的話 你用手指也行 就這樣 但是有個問題是什麼 太密 太密 如果你是比如說 在向日葵什麼的 荷花上面 撒那些黃粉的時候 太密 太多 而且呢 都是一點點的 如果這樣甩 你要比如說 像風向師那一邊的話 就甩不出來 就飛不出來的 就飛不出來的風 但是一般來說 其實冷准都沒有所謂的 這樣就OK的 主要用這個水分好的 好了 那就是這樣 你雪了得多 理論上來說 這些地方會有雪 堆在一起的 你會這樣印的 這樣印好一點 這個後面是淺色的 後面淺的 後面淺的 後面是淺色 前面是深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很漂亮 很漂亮 不要太多 你不要冰天雪地 你不要整個聖誕樹 從頭打你 來 自己喜歡玩的 記得一定要這樣按 OK 還有好趣 好 這樣 三十四的地方 會有多一點 掛水 好 這樣 不要掛了 掛水 不要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 一般來說 比如說 用小的比較方便一點 如果你冷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也行 就這個樣子 掛在那個 這個雪 堆在那個針上面 可以在中間開始 這個地方出來也行 這個地方出來 或者在頭那邊 也行 頭大 好漂亮 好性感 好性感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We sure Merry Christmas We sure Merry Christmas 他氣氛 浪漫氣氛